主场打比赛的时候感觉还是挺放松的 面部表情上啊 准备上啊 都没有那种 好像我们这个主题刀山火海一般的这种生存感 紧迫感 今天天津拳剑主场打重庆思维的比赛 天津拳剑呢 非常容易成为那个被关注的众矢之地 就是你在打保级区域的这个球队的时候 你拿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比赛态度 费尔南多 费尔南的尼奥两个人能够带来怎样的一种冲击力 主赛班艾坤吹响了两支球队上半时比赛开始的哨音 PP体育的球迷朋友 会员朋友们 你们正在收看到的本场比赛呢 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18赛季中超联赛 第24轮天津拳剑主场与重庆思维的较量 外围尝试打得远收 这个球 基地反弹 直接弹进了球门 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这是有点 这是喜极而泣 还是开心 真的是开心的在笑啊 张璐啊 门前 你看那个草皮的质量 应该是哭了 从这个角度看一下 这首先是一脚解围出来 就有点不太负责任 对 我们看这拿球之后这一下 张修为上了一步 他向后退了 对吧 他是想交给后面的队员 我们看后面肥帅 包括掉头过来的应该是张成吧 实际上谁都没有去给这个射门队员足够的压力 没错 同时那确实张璐 你看看 哎呀 这个特写抓得真好 各位斗出来 搓起来给了前点 漂亮 哎呦 张璐这一下 这个是上架的表现 虽然之前有了这样一个丢球 但并没有影响张璐的整体的水平和能力 这球冯心里打的确实也比较隐蔽 但是张璐你发现没有 他不敢接了 他这球完全是把手伸到这个位置 就我这出手这一下就是为了把球挡出去 对 令人意外的事情 看看这个角球 这个定位球开到了进区里面 就是拳键给我感觉他问题是什么 他这个板凳厚度 对 他是不具备去打亚冠的 又是同样 不敢拿了现在 但是张璐这 你看又在说 你这个破地 你让我怎么扑球 对 张璐都在说 你们瞅瞅 你们看看 他蹬不起来 真蹬不起来 你明显左脚落地准备蹬的时候 我们看这一下 基本上是不敢发力 是直接往下倒的 对 双手上举是发哪个点 那就是后点 就是张璐 你别说在丢了这个球之后 到现在你别管稳不稳的 张璐真的是帮了球队非常大的码 打门 我自己选择转身打 你看后面接球这队员急了 你第一下做给我多好 看看后面接球的这是谁 是丁杰还是冯心里 这打的倒是挺突然 对 因为张璐 张璐他刚才这一下 他其实站位有点靠前 对 艾坤吹响了上半时比赛 结果的哨音因为在后场传导 其实天津悬舰在找机会把这个球 送一下给你往前来一个大长团 那确实没有什么太好的经典 能够真跟得上帕托的这个节奏和思考 这个天津悬舰的里面的确也是捉心见肘 非常有限 人球分过 还在钻 肯定还是要传 机会卡尔德克 打开力助手 大难不死 看看后面有没有福 卡尔德克这一下头球真稳 他会怎么调整 他会保持原有的这种进攻的维度 包括进攻的方法 同时去保证场的机动力 让队员继续能够按照这个节奏 按照这种打法去跑 有远射的 飘 哎呦 地球要乌鲁 弹在了红梁上 卡尔德克等于是这块饼吃的真香 还是夹肉的 还是源自于后腰位置上和自己四名后卫防守的一个脱节 这球呢 我就觉得要么就是直接乌龙球 这个球我个人感觉啊 刘一鸣这个注意力确实就像你说的缺乏动力 他这球挡完之后 他完全是两个胳膊放松一种很放松的状态 你看在这看 当年就是很好的例子 看看这一下给球 好球 直接接射门 还有 张璐这两下拿出了一个队长该有的表现 哎呦 这球啊封得漂亮啊 这几个队员呢也在努力为没进球的外援来创造机会 但是我们看后点的补射依旧没有人防守 对了 三角上路 哎呀 大门 三比零 完了 这下呢天津全剑输了一个干脆彻底 这全剑的球迷是都有点鼓掌啊 都有点鼓道掌 到最后掉下来需要跟他拼的时候 这三比零有可能到时候就是竞胜球的优势 哎呀 帕托 帕托呀 帕托这脚球 他是选择用这个脚内侧去发力 但是这种情况下 我们说用这个触球面积更大的脚弓去打 可能稳定性更高一些 孙可的传中 弧线不错 投球 这个球也没进啊 哎呀 因为这两次机会 帕托都有可能进球的 对 而且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机会 确实这场比赛踢的呀 帕托错失了帮自己去刷进球的良机